第二个要跟各位分享官杀混杂 女生很害怕这个东西 因为每次一听到这种东西 就完蛋了 我的婚姻是不是完蛋 我的婚姻很惨 来讲 我就要先跟各位讲 官杀混杂 他是什么样的情况 并不是你的八字里面有正官 有七杀 他就叫官杀混杂 不是的 各位你要清楚 不是你的八字里面有正官有七杀 就叫官杀混杂 他必须同时在天干 或者是在地支 就是天干地支同时都要有 天干地支要同时都有 也就说天干有正官有七杀 地支有正官有七杀 这样子 我们才可以说他是官杀混杂 你不能够一个在天干 一个在地支 不行 他要排在一起 了不要解 他要排在一起 所以很多人 甚至把地支藏干的也拿进来 在五行派不用 五行派没有在看地支藏干 所以还是一样 天干有正官七杀 这样子才算官杀混杂 地支也要正官七杀 这样子 才算是正式的官杀混杂 你地支藏干的东西 不用拿进来 好 官杀混杂 他会发凶的主因 我们要先知道 不是说你有官杀混杂 就一定会不好 没有 你有官杀混杂 不见得你就会不好 男生也一样 官杀混杂容易导致在工作上 那来说要有这两种情况 这个官杀混杂才会出现不好的相 那第一个叫做日主受克 你官杀混杂 假如没有日主受克 其实就代表的是官运很好 了不了解 你官杀没有克到日主 就表示你的官运是好的 但是一旦日主受克 我们都知道全部都不行 全部都不行 所以很多人官杀混杂 他出问题 并不是因为官杀混杂 是因为他出现日主受克 那第二种叫做什么 官杀受伤 你的八字没有日主受克 好 第一关过了 但是第二关 结果五行流通之后 产生了官杀受伤 那我们有说过 在五行派里面 他就是一个透过五行流通 找出五行的增减变化的一个派比 多变少就不好 少变多那就会好 所以你官杀受伤 就表示说你这个官杀 就是处在一个多变少的这种情况 所以当你的八字有官杀混杂 假如这两个都没有 其实叫做官运很好 其实叫官运很好 不能够叫官杀混杂 那我有一次在批命 这个是一个妈妈 他就拿了他女儿的八字来 然而他会 他拿女儿的八字来 天象你好 我们一看 我就跟他笑一笑 我就跟他讲 你的女儿八字就官杀混杂 他说对 然后我就说官杀混杂 就桃花比较好 但是他就说很 可是人家都说他婚姻不好 我就笑一笑 我就跟他笑 我就说 你女儿不要说桃花很旺 他连女朋友 他连男朋友都没有 妈妈一听到 整个就傻眼 他就说 老师这是怎么回事 真的是这样 那为什么 因为官杀被合掉 又被克 所以有官杀等同没官杀 所以他官杀混杂又如何 他所展现出来的 是连桃花都没有 不是人家所讲的 他有很多桃花 去劈腿 不是 所以在五行派 我们常讲的 少变多就会好 这样的情况下就是什么 你的官越旺 反而你的工作运 你的桃花会越好 所以各位要了解说 官杀混杂并不可怕 了不了解 官杀混杂其实不可怕 所以不要太紧张 而是看看你的八字 有没有这两种现象 假如有 你就要注意 因为他就会产生跟官杀相关的问题 那我们来看一个八字 白板上 这一个八字 他就说 他已经是大龄圣女了 他已经是大龄圣女了 我的一个桃花婚姻相不好 是不是因为 我有官杀混杂 所造成 各位 他就是在提问这一个 甲絮物成 吉卯乙丑 那我们可以知道 他有没有官杀混杂 有 因为天干出现了 乙木 还有甲木 所以 这就是一个标准的官杀混杂 地支没有 地支才一个卯木 各位 他假如没有这个乙木 他说甲木 乙木 这样我官杀混杂 这样不算 可是他是确实有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他八字的一个排列状况 我们可以知道天干 甲木刻乌土 乙木就会来刻吉卢 所以其实 他出现了 我们刚刚所讲的官杀混杂 当中第一个会出现的问题 就是日主受克 所以他是本命日主受克的下 他的地支 是卯木 乘续丑土 所以他地支其实还算不错 这是他的官运 好 可是因为日主受克 所以地支的好 感受不到 这时候我们就要来看他的大运 走的是怎么样 能不能够帮他 解决他的问题 结果他的大运走的是疑传 各位 我们看到 他走疑传 请问这对他的日主受克是加分 还是扣分 让他日主受克变得更严重 还是减轻 各位 他现在走的是疑传 这个是加重他日主受克 还是日主受克减轻 更严重 没错 所以各位 在这一种情况下 我们都知道 女生日主受克加重 他的婚姻 其实就会走得很烂 很烂 甚至会害怕婚姻 好 那我们往前推 要倒一讲 他 往前推还不错 秉吟 他之前的大运是秉吟 好 各位 秉吟 来 这时候秉吟 会出现什么情况 各位 这时候秉吟 你们看到了什么 你们看到什么 说来惊听 这是他上一柱大运 这是他上一柱大运 各位 我们来看一下秉吟 他是出现了什么情况 我们可以知道天干 甲乙木 生丙火 生雾土 天干的官运变得非常非常的好 日主脱困 那为什么他还是没有婚姻呢 其实看看地支 银卯木 克叙土 丑土 还有一个成绩 那我们可以知道 丑土商 就是几土商 所以他在之前的运 表象 脱困 官运好起来 但是他 地支运主受克 他不要婚姻 这是他不要 但是 进入了到 怡丑的时候 很抱歉 对吧 这不是你不要 甚至你会害怕 因为直接都来克杀你的 吉土日主 让你 对于婚姻 你呢 虽然嘴巴说我想要 可是 出现的是 都是 你根本都不想要 一种情况 那这一边是你 我内心不要而已 可是我的桃花像 还算可以 所以 各位 这也是官善混杂 饮木 卯木 但是因为 丑土受伤 所以 导致了地支日主受克 还是一样的问题 还是一样的问题 所以你不要只看到 天干日主受克脱困了 他还有地支 他还有地支 你要考虑 所以 各位 你就会知道说 其实这个八字 他严格来讲 他 都是本命日主受克 并不是官善混杂的发展 官善混杂 他都刚好是什么 日主受克的相 所以会导致说 他的一个桃花 会很糟糕 原因就在这里 这就是很多人 他没有在分的 他就只会看到 这官善混杂一定不好 有些人官善混杂是很好的 各位 有些人官善混杂是很 不然的话 怎么会有五行派的那一句口诀 透过五行流通 找出五行的变化 都变少就不好 少变多就好 那你官运再给你一个 不是变多了吗 不是好了吗 所以在五行派不怕官善混 各位 在五行派不怕官善混 他只怕你官善受伤 或者日主受克 那你本命日主受克就不要加强 那还ok 那偏偏脱困的时候 地支来一个日主受克 地支没有日主受克了 天干日主受克加重 所以这种情况 就会导致说 他的一个感情 还有桃花 婚姻会走得多少 原因就是在这 并不是官善混杂 就会产生这种事 所以在五行派一直在跟你们讲说 一切回归到五行流通上面来判断 了不了解 你们回归到五行流通上面来判断 不要人家随口讲了一个东西 你就认为一定是那样 我看过太多太多人都是这样 了不了解 我看过太多人都是这样 所以那种批命 我简单讲 我不敢恭维 那种批命 其实基本上 你都是在编故事 讲故事而已 我不敢恭维 那准度呢 你自己心里有毒 了不了解 你自己心里有毒 根本就没有预测性 各位 我们学八字是要干什么 预测我未来 你学的八字 只是会讲故事 没有预测性 当然 八字在你的手里没有功用的 所以为什么有些人学了八字 学到最后跟你讲说 我学亦三十年 我发现八字根本不准 对啊 妈的 你从头到尾就没有学对 当然不会准 那八字 你从头到尾就只会学会套命 你当然不会准 但是各位 我们是有办法预测的 我们可以知道 何时是我的机会 何时是我的危机 然后根据机会 我们去做出相对应的行动 根据危机 我们做相对应的预防措施 所以为什么 我对到这一些大老板 我的态度也是这样 对到大老板 我也是这样子跟他讲话 然后跟他讲 我不会跟你一样很会赚钱 我赚钱没有你厉害 但是 我不会跟你一样被钱追的牌 各位 为什么 根据自己的运势起伏 做出相对应的行为 像有一次我的学生 他就是经营金表店 他有三个店面 金表店 他那一支手表 随便卖都是十几万那一种手表 然后他就跟我讲 老师 我在明年 我的前半年的财运会很 那我后半年财运会很差 这样子老师我该怎么办 我就跟他讲 这是你自己经营的 你是老板 假如是你是这样 你要怎么办 他就在那边想 他想了一下就说 老师 是不是我上半年财运好 所以 我就把赚的钱放在那里 然后去应付下半年 我财运不好的时间 我就说对 可以这样做 那一年 真的很奇怪 手表业大多数的人的业绩 都是在下 那一年 上半年 大多数人的业绩在下 他的业绩在往上爬 他的业绩在往上爬 然后他自己就知道 这不是 这不是我有多厉害 这是我自己的运而已 因为整体环境已经不好 那在这一种情况下的时候 我应该要更注意 这时候不要以为我很厉害 这些钱我就一定赚得到 我要赶紧把这些钱好好的放着 因为下半年也轮到我开始破产 那整体环境又在下 我自然也是一样 会受影响 各位 这就是什么 应对的方法 不是一看到 你们都衰退 只有我还在成长 我很厉害 没有 他知道 这我的运 我的运就是这样 所以很快下半年就轮到我 这时候要做什么准备 各位 这就是学八字的意义 了不了解 不要以为你都跟别人不一样 你很优秀 哇 你们都衰退 我成长 我太厉害了 不是 对不对 是知道原因 不然就是像我一个学生 他知道他才在某一年已经不行了 他是经商的 这时候 他就做了一个动作 原本他们都会囤料 然后他就不囤 因为他知道他整个都不好 所以 他就只要过了去就好 然后那些厂商都跟他讲 你就囤料 这样等到景气起来 你就一次就翻了 他都不要 他就是有需要再叫掉 跟以前不一样 结果整年度下来 真的 衰退 因为他的财运少掉一财 所以他整体的业绩 衰退了15% 可是他觉得心安理得 他不会走到很惨的那一步 各位 这就是什么 运用八字 谁跟你说八字只能够用来算命 没有啊 算完了之后 你有什么计划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并不是你一定要怎么样 同样 他说破财 没有错 在八字里面破财 有大破小破 有的人遇到破财会加破人亡 有些人破财只是跟另外一半吵架 有些人只是忍战而已 有些人到离婚 有些人会把另外一半杀掉 这都叫破财 严重性有这么大跟这么轻微 你要让你的这个破项是要大的 还是要很轻微 这个就是要看个人 他自己怎么去应对他未来的运势 所以这个就是什么 批八字 要来让你先知道你的运怎么走 我要怎么去应对他 不要去走到最差的那一步 或者是机会到了 就傻傻的不知道是机会 多少人是这样 所以各位 学八字不要只是学讲故事 没有预测性 那种东西没有用